先用蝙蝠消毒 然后用拆筋子 第二手 按住狗狗肛门 先尝试挤一下 如果有浓油出来 就继续挤 挤完后 用温盐水清洗肛门 处理完后 可以抹上 像红莓素软膏 等消炎药膏 如果整个肛门 及周围都严重凸起 摸上去非常硬 这种情况下就不要挤了 要让医生来处理 因为可能需要抽出浓后 往里换住药物 如果准时发红准胀 那么只要及时将 腺体内的脏物清除掉 一般就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已经有化膿溃淡的问题 首先要先将肛门腺内的衣物挤干净 然后用酸氧水 对伤口进行清洗 平时做好预防工作 就可以大大减少狗狗 肛门腺发炎的钙率 给狗狗洗澡时 送便将肛门腺内的分辨物挤出来 就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办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